伊斯兰的宗教 伊斯兰的宗教是给人类带来所有的幸福 伊斯兰有许多礼节 今天讲关于这个接大使的礼节 今天讲关于大小便的 去大小便的礼节 应当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羞体 进入大小便的地方 应该把门关上 如果在野外或者沙漠 应当躲在这个树后石头后面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么也要走得远一些 不要让他人看到 在大小便的时候不要再念纪念词了 在进大小便的地方的时候 进入厕所的时候应当先进左脚 在出厕所的时候应当先出右脚 在进厕所之前应当说 凭阿拉之尊名 阿拉我向你祈求护佑 从男精灵和女精灵 如果男子站着小便 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是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羞体 第二是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羞体 第二是不要把尿 增到自己的身体上 不禁止别人的谈论 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羞体 不允许在大小便的时候 还说话 比如打电话 放着耳机在耳朵上 说话也不可以 不要让人在这个大小便的地方长时间长使用 不要让他在这个大小便的地方长时间长时间继续 不然你再记得到他壁 不然你再记得到他壁 不然你再 wary用手在大小便的地方 不然你再 etme右手在大小便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发现了不过他 当他有创造的地方 如果他在地区 不就会有创造的地方 不过他在地区 不准确 也不可以把大小便排到别人要去经常走过的地方 不允许在公共场所的地方 大小便以及人们有可能乘梁等等这样的地方 你大小便不能伤害到他人 在大小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他人